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你们好 外鱼飞 又回来时事观察的时间了 今集仍然是讲香港的暴动 等会下半段会讲一下香港暴动 国际化对香港的启示 上半段会先讲很重要的记者证的规管问题 我个人认为禁蒙面法是好的 但是孤掌难明 它必须要有其他操作配合 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听众朋友 香港的暴乱停不了 已经开始拉低整个社会的治安水平和安全度 今时今日极需要为止暴制乱提供更多的配套工具 而规管记者证的发放是重中之重 香港的暴乱现场充斥着真假记者是不争的事实 10月19日 林郑月娥特首出席电台节目之后 就见传媒 她答了两条问题 当中第二条问题就是关于记者证的 我为求准确 引的是政府新闻署的版本 我想搞清楚林郑特首做决定背后的思路 当日记者问 有关政府统一发放记者证这个问题 林太你的立场是怎样的 你是否支持这样做 以下是政府版本林郑的回答 她说趁那么多传媒记者在场 正好严正地回答一次 我照读先 我读完出来 她说 我们没有任何意图 没有任何计划 去做一个统一的记者登记 更不会做所谓审核 究竟谁可以去采访的工作 言论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我完全认同 媒体是有一个发挥第四权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促成 方便传媒的采访工作 如果大家记得 我再上任时 特别安排了 让网媒都可以向新闻署争取 也已经成功争取 可以进入政府的地方 参加我们的记者招待会 而好象最近的一个记者招待会 我的新闻秘书 也特别让网媒 都可以一样问问题 所以 在这女必须严正澄清 否则透过网上的不断传播 或有一些个别人士 藉此去批评和强烈地反对 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这女严正澄清 完全没有这式计划 读完 很明显 林郑的判断是不规管 不审核 至于原因 是言论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她要等第四拳 即是新闻自由 发挥她的功能 林郑特首为了表示 对新闻自由的支持 是毫无保留的 于是各式网媒她都接受 好了 我想指出 林郑做捍卫言论 和新闻自由这个决定的思路 出了问题 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美国的情况 美国够言论自由了吧 又看看美国如何处理新闻媒体 以美国最自由派的城市 三藩市为例 记者证是要由警署发出的 不是由私人报社 新闻媒体自行发出 三藩市警署会发记者证 给专走治安 即警务 和消防新闻的记者 这类记者去采访的地点 通常是现场环境 发生了事 比较复杂 又或者是 要画出受保护的空间 以便特定的人员进行工作 于是去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 要提供证明 是走警消线记者的记者证 即警察消防 才可以进行现场采访工作 不是你说是记者就是记者 如果没有由警署发出的记者证 你去到现场硬厂都没用 更加不用指以 穿着件Plex的背心 憑传媒发的工作证 就以为可以被认为是记者 至于有记者证的记者 怎么发挥新闻自由呢 都不是无限大的 举例 在杀人现场 乃至是疑似恐习 或者是骚乱的现场 只要拉了黄线 黄线之内的地方 有记者证都进不去的 所以米利在内容上 美国新闻质数都是有下滑的趋势 但是在操作上 他们有一套规矩 反映美国的新闻自由 是建基于遵守法律 和尊重执法人员上的新闻自由 所以规管记者证 甚至采访自由 不是无限大 和可否捍卫新闻自由 是无关的 林郑在思路上搞错了 由官方认可机制 为记者发证件 是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的做法 所以林郑的思路 不符合国际标准 同时也很离地 因为只要稍微 有跟暴动新闻的人都知道 真假记者充饰之下 有着记者背心的人 根本是在掩护暴徒 当然真记者都可以掩护暴徒的 不过如果发记者证 是有规管的 总会有一些标记 令责任是可以追究的 权和责不平衡 任何事都不可能健康发展 而我又完全明白 对记者工作不作出规管 是回归后历任政府都没做的事 而以前因为社会上算和谐 各种漏派都可以暂时不理 但是今时今日不同了 香港未来一定会不断出现暴动场面 规管记者已经变成是 维持社会秩序层面的事 不搞清楚记者的权责 不搞清楚真假记者 一定会为警察执法和止暴增加困难 好了 下半段的内容刚才说过 会说一下香港暴动国际化 对香港的启示 稍微看新闻标题的朋友都知道 最近伦敦 西班牙 智利都有动乱 法国和香港的暴乱 已经不是个别例子 当中西班牙的暴乱 还摆明是向香港取经 而请注意 几个国家都及时将暴乱的定性升级 从而令政府出重手 去及时止暴 举例 伦敦就颁了集会禁令 21点之前 即晚上9点前 就要停止抗议活动 为者是直接逮捕 至于西班牙最似香港 他们的机场都被占领 此外西班牙街头都有打杂烧 西班牙政府的相应做法 是下令封了发放煽动讯息的网站 法院也不准保释后审的被捕示威者 刚才提过的智利 20号的最新消息 是因为民众中火烧巴士 和破坏地铁站 总统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 开始用军队来维持治安 如果香港过去几个月 是怕太快将定性和手段升级 会给机会某些国家大做文章 现在英国、西班牙和智利都一身伪 他们政府的当机立断 比香港政府来得快很准 如果怕国际社会做文章 是不将暴动定性升级的考虑 现在这个考虑应该已经不是重点了 好了 节目结束前就总结 香港乱了四个多月了 作为一般市民不是最惨的 因为香港的生活空间很大 不受影响的人 可以完全不在乎有暴动 至于自私一些的 因为自己不受影响 甚至可以继续支持暴徒 紙暴的手段不升级 直接受害的是基层市民和打工仔 例如那些的士司机 他们一定要上街才开工的 以及香港警察 在这里不想骚扰往生的各位警员 只是想提大家 这场暴动表面上 没有人直接因为暴乱而死亡 其实直接没有 就是间接有的 已经有一位警员因为过劳而身故 希望香港政府 找着国际时机 开始出重手去止暴制乱 其实受困扰的市民已经开始愤怒 我在做这集节目那时 是香港的星期日 楼下就有以百计的一大群 黑衣人呼笑而过 圈蛙叫囂 在那一刻 你看着他们 真的什么安全感都没了 还不觉得社会有正气 而几日之前 中大段校长 还为暴动背书 下一集就会说这件事 我完全明白香港很复杂 例如直到现在 仍然有三四成人 是支持暴动的 香港有一个失智的背景 再加上一个没有凝聚力 和没有止暴决心的政府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我们普通人有位避 有位走 而要迎战的是前线警察 大概市民大众都很关心 过劳新顾的警察 他有没有得到 着情优待的福利安排 至于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大概想都别想了 如果行拖截决的是上层策略 上层建筑就要为下层前线警员 尽当尽之宜 怎么可以攻是你赢 自又是你赢的 什么都你赢了 不公道也都说不过去 好了 第一节的时事观察到这里为止 我是余飞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见